大家好,欢迎来到阿汤的历史世界 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点击下方订阅和小铃铛 创作不易,感谢大家支持 在中东波斯湾地区有六个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 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 这六个君主专制政体的国家构成了著名的海湾王权国集团 而在这个海湾王权集团中,沙特的体量大、实力强 成为集团的首领 六个国家组成的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的总部 位于沙特的首都利亚德 但是,这样的结果并非沙特最想要的 沙特因地缘实力的限制 他的富裕全靠贩卖石油 假如想维持国力 那么应该在石油耗尽前 使自己的势力扩张到中东核心区域 因此,沙特会采取对外扩张这一国策 既然要对外扩张 那么周边小国首先会被吞并 毕竟,周边小国体量小 在地缘上与沙特较为紧密 并且政体相同 均为君主制政体 加上同为迅尼派阿拉伯族系 因此即使强势吞并或者消化吸收 都没有很大的问题 而若沙特将周边小国吞并或吸收 获得的利益将是相当可观的 一,是将获得大量石油资源 这些国家均盛产石油 就算沙特本就是石油大户 但若将他们的石油收入囊中 那么沙特的国力将有较大提升 二,是获得更多的淡水资源 沙特国土多为高原和荒漠 这些国家占据沿海低地 聚集着半岛上大部分的淡水资源 因此无论怎么看 沙特都不应该放过他们 当然这些小国家都以沙特为首领 听从于沙特 类似于翻地的存在 但听从与直接管辖 还是有本质的不同 对于沙特来说 将他们进行整合才能提升实力 进而完成自己统一中东的愿望 但沙特并没有这么做 而是和这些国家一起形成国家联盟 沙特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选择呢 我认为有下面几个原因 第一 波斯湾地区的地缘格局 波斯湾位于中东三大地缘板块 阿拉伯高原 伊朗高原 两河流域的核心 而身处其中的三个国家 沙特 伊拉克 伊朗 实力强大 形成三国鼎立之势 均有称霸中东的潜能 而这三国谁掌控了波斯湾的话语权 那么在与另两方对抗时 就会有明显的战略优势 但是 沙特伊拉克和伊朗三方 实力不相伯仲 谁都没有足够的实力压倒其他两国 在这样的情况下 三方长期对峙 然后在波斯湾海域形成了一种平衡 这也就是说 波斯湾成为了三国缓冲区 这就给了周边小国成长独立的空间 而波斯湾是全球最重要的石油产地 其重要意义为周边独立的小国 提供了非常有力的保护 换句话说 如果波斯湾地区动荡不平 不仅会对海湾三国造成严重影响 甚至会对世界经济造成影响 一方面从国际方面来说 如果海湾爆发大规模战争 而沙特伊拉克和伊朗三个国家 实力旗鼓相当 那么可以预见的是 这场战争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得到平息 将会给全世界经济带来严重的影响 因此出于全球的利益 波斯湾的稳定必当被维护 这就从外部为波斯湾的小国 撑起了一把保护伞 另一方面从波斯湾三国来说 石油是这三国的经济命脉 对国家的运作有着非比寻常的意义 而这三国的油田 大部分集中在波斯湾及周边区域 因此 只要波斯湾爆发战争 不管最后的赢家是谁 这三个国家的经济都会在战争过程中 遭受沉重的打击 国家争霸是想谋取更多的利益 如果还没得到利益 就要使国家陷入危机 这种结果无论是三方 沙特 伊拉克 伊朗中的哪一个 都不会轻易去尝试 这也就意味着 这三个国家会尽量避免在波斯湾爆发战争 大家或许会说 萨达姆挑起过海湾战争 不过结局大家也是清楚的 既然国际社会方面 以及海湾三国方面 都希望波斯湾这个缓冲区 拥有稳定的政治格局 那么 这就为波斯湾小国们提供了生存的空间 和安全的外部环境 不过小国们虽然有了生存的环境 但这对于沙特而言并非利好 从地理上看 五个小国在波斯湾西南面 而东北面的海岸线 均是伊朗的领土 而这意味着 五小国都在伊朗的地缘影响范围内 伊拉克方面 两河流域的波斯湾出海口 大部分被科威特占据 使得伊拉克只有几十公里的海岸线 这对伊拉克的地缘空间 有着非常大的限制 而沙特方面 不仅有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曼、阿联酋、五国 占据着阿拉伯半岛东侧绝大部分的海岸线 还有也门占据亚丁湾 这就让沙特的海岸线异常狭小且价值不高 红海与波斯湾这两个内海内侧的一部分 这从石油和地缘两方面限制了沙特的发展 波斯湾的石油这方面就不说了 但从地缘方面来说 沙特雄距阿拉伯半岛主体部分 其影响力自然而然地辐射到阿拉伯半岛的中南部 以及半岛的海岸线 但以小国们的存在 使得沙特这个阿拉伯半岛的主体国家 变成了一个半内陆国家 这种结果完全违背了地缘规律 不过从国际层面进行分析 这种结果的产生就能被理解了 1932年中东还被英国所掌控 沙特在这样的背景下建国 英国这个日不落帝国 牢牢掌控着中东的海岸线 控制着海上运输以及各烟口之地 那时的波斯湾没有发现石油 那时的沙特是一个贫穷的游牧国家 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 殖民帝国衰败 民主国家兴起 英国退出 美国接手中东 美国作为海洋文明国家 它对中东的影响方式 同样是海上输送 美国控制中东采取的策略是 分裂他们 使他们彼此制约 这样美国这个外来势力就能成为中东的主导者 美国对待阿拉伯半岛也是这种策略 阿拉伯半岛中 南部的内部地缘结构并不疏离 当英国退出阿拉伯半岛 随着时间的推移 沙特有可能将其统一 这样的结果 不是美国想看到的 阿拉伯半岛中 南部不仅体量大 且三面领海 把控着苏伊士至红海 这条非常有价值的贸易线 加上波斯湾丰富的石油资源 这块区域身价暴增 如果被沙特整合 将会使沙特的实力倍增 这会严重阻碍美国在中东的战略优势 威胁着美国对中东的主导权 因此 美国为了避免任何一个地区 形成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 采取了多种手段 针对沙特 伊拉克 伊朗的手段各不相同 针对伊朗 美国通过阿拉伯的逊尼教派 与伊朗的石叶系的教派 以及地缘冲突 限制伊朗的发展 针对伊拉克 美国支持科威特独立 从两方面前置伊拉克 一是使伊拉克 丢失了大量的石油资源 二是使伊拉克丢失波斯湾大部分的出海口 针对沙特 美国让原本在英国控制下的海岸领土直接独立建国 使沙特成为一个半内陆国家 限制沙特的优势 当然海湾军主制小国们 与沙特在地缘和人文关系上非常密切 这些国家独立后依旧向沙特靠拢 达成政治结盟 但这种效果与被沙特吞并并不能相比 且这种政治联盟是美国所需要的 在中东三国鼎立的局势下 美国需要沙特来牵制伊拉克和伊朗 还需要沙特和海湾小国们的石油 维系美国的金融霸权 这不仅维护了美国在中东的利益 还能防止沙特做大 当然 沙特知道美国 斩断了自己美好的未来 但是沙特既然斗不过美国 又不敢同美国翻脸 只能和美国结盟 成为美国在中东的重要伙伴 与金融霸权的基石 和美国在中东的重要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